一大早捷運站急滿趕著上班上課的人潮 每個人臉上都戴著口罩 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必須戴口罩 新政策上路後第一個上班日 台北捷運如臨大敵 站務人員防護衣 護目鏡 口罩戴好戴滿 緊叮紅外線 熱顯相宜 旅客體溫超過37.5度 將用耳溫腔附減 超過38度就會聚在並協助就醫 雙倍師傅更統一口徑 從4日起 民眾搭乘捷運需全程戴上口罩 春島不停可以傳染變防治法 開罰3000到15000元 還是會有一點 因為好像景點的人滿多的 我覺得大家都有戴口罩 就稍微安心一點 捷運比較方便到 都會自我保護 有辦法洗手就盡量清洗手 為了防疫 民眾口罩乖乖戴好 甚至出動護目鏡 不過這可能還不夠 捷運車站常反覆接觸的地方 包含廁所 手扶梯 售票機 可能都是病毒殘留的危險區 捷運車廂密閉空間 病毒甚至能在手拉環塑膠以上存活三天 我盡量用指關節 不會用指尖 應該比較不會做了吧 就至少會站著 對啊 因為畢竟塑膠的嘛 可能自己帶酒精噴一下吧 再做 就身上穿的衣服會先換掉 先洗澡這樣 防疫大作戰 民眾除了戴口罩 其他防疫措施更是超前部署 台北捷運也不敢大意 站內環境每隔四小時就會消毒一次 還有電動消毒噴霧器 針對月台 大天等大範圍區域 快速進行消毒 確保人及人的大眾運輸系統 不會成為防疫漏洞 黃宇新聞 洪夕宇 張遠春 台北報導